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有储银行、六大商业银行10月31日发布公告称 将从11月1日起陆续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实行新的定价机制 存量房贷利率实际上发过两次政策 一次是针对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些购房者 大家整个存量房贷利率都进行下调 从现在11月份开始下调的幅度平均为50个基点 这次的调整来讲 这两年整个房贷利率 大家买房的利率都在往下走的 但是我们存量房贷利率变动的频率是不高的 这次它其实是明确了 后续购房者可以根据判断 比如说三个月调一次 六个月调一次 当然也可以不变 专家认为新机制下 购房者可以灵活协商调整贷款利率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还款压力 这将有助于提升市场信心 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 购房者购房的这个成本 还单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 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调整 它实际上改变了过去的一种模式 存量房贷利率过去 一张合同写好 30年是不变的 现在的一张合同签好 按照这次政策 三个月都可以变一次 买了房以后 假如他真的有一天发现 这个房贷利率实在是太高了 有压力它可以跟这个相应的一些银行去协商 因为房贷压力少了 大家买房信心增加了 那后续的买开发商的新房和中介 包括房东名下的这些二手房 应该说市场信心增加 它是有助于化解这方面的一些 这个库存的一些压力的 对我们开发商的资金回路 也是有积极的一些这个作用的 专家表示 新机制下 房贷利率的定价 更加市场化和透明化 购房者和房地产企业 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利率的变化趋势 社会信贷体系的稳定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过去的利率比较高呢 很多人这个房贷呢 它会提前还的 市场的流通性就降低了 银行维护起来是压力非常大的 有些人可能房贷压力比较大 他会去卖这个二手房 这个这种仓数卖二手房 它是比较被动的 同样房贷利率的一个这个下调啊 其实是有助于稳定 我们一些房贷的一些业务的 本质上就是降低了 还房贷的一些压力 我们买房的环境啊等等 都会越来越好啊